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书包就去了 负责接待的人也很热情 正在那儿跟我聊天 聊到最后问我说 咱们的艺人什么时候大 而且关键导演在分配产品的 跟我说 说志胜啊 你今天负责的产品就是卖面膜 当时我都懵了 我说导演啊 就我这个长相 你让我卖面和卖膜都行 但卖面膜会不会太冒险了呀 而且确实 当我拿着面膜出现在直播间的时候 看直播的观众也很激动 就在那里疯狂地发弹幕 但我发现 没有一条弹幕在讨论产品 全都是问号 我就特别不解 只不解释我就问导演 我说导演啊 你到底想通过我这张脸 来表现这个面膜的什么作用 副作用吗 罗老师都笑成这样了 还不拍吗 真的 我有时候看到自己的长相 我就在那儿想 我说这个长相 还有什么能失去的呢 直到我开始脱发 就要熟灯了 要熟灯了 真的 就随着发际线越来越高 脸还越来越长 我就感觉我的脸 在给头发抢地盘 就跟大家说句实话 以前这些部分 都不是脸 就这个头发掉的牙齿 真给我长脸 就因为这个长相和这个发型 就很难让人相信 我是一个95年生人 真的 你们的反应刺痛了我 我今年刚刚研究生毕业 但是我发现 我这个长相却总让人感觉 我过得很悲惨 就前一段时间 我去我们楼下便利店买牙刷 我正在那儿挑了 突然老板凑过来说 这个最便宜 哇 真没有机会了 自生自能 最高级的最何况 真的 我当时都懵了 我就心想 我说这是什么意思 结果他以为我还在纠结 说真的没有比这个再便宜了 哎呀 这个长相 可能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 就是真的会有人来安慰我 经常会有朋友看着看着我 说 紫胜 没事 没事 你自己啊 想开点 就经常安慰着我手足无措 因为没有人安慰我的时候 我也不自卑 但大家一安慰我 我就感觉不自卑 是我的问题 是我没有意识到自己长相的严重性 但我就认为啊 人的长相肯定都是平等的 只是长得不同而已 但是你会发现 有些人就喜欢对别人的长相指指点点 经常我就认为啊 谁也没资格评价别人的长相 因为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绝对的美 也不存在绝对的丑 但上次说到这里 一个朋友打断我说 你这个话说的有点绝对啊 太猛了 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脱口秀 因为脱口秀的观众看到我这个长相 就是很开心的笑 有一次我去演出 上台之后一句话没说 全场爆销了五分钟 就在那五分钟里 我就明白了什么叫天生我才必有用 但我想着这毕竟是个语言艺术呀 我就给大家说 大家能不能静下来听听我的内容 但你听说我的天 口音也这么好笑 好 到这里向大家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许志胜 就我没有容貌焦虑 太快了 我头发都这样了 我都不焦虑 你说痘痘你们焦虑什么 哎呀 但是刚才彭博老师说他是色弱嘛 其实我是红绿色盲 我也是在知道彭博老师是色弱之后 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色盲分为红绿色盲 蓝绿色盲之外 还分为好看的色盲和不好看的色盲 但是我也确实因为得了色盲之后 得到了一些对我长相的肯定 因为每一次我看那个色卡的时候 医生都在那 你好好看 我说这好看就忘了我还好好看 我也是得了色盲之后 我才发现原来大家对一个病人的态度 竟然可以是好奇 大于同情 就我是在高中确诊了色盲 就我确诊色盲之后 我的同学就直接以我为中心 把我围成了一个圈 我当时站在圈中间 看着大家那种期待的眼神 我就感觉自己是一个色盲表演艺术家 而且这个时候还有同学出来 我说指上来 你看那是什么颜色 你看这是什么颜色 那种感觉就是 哦你是色盲呀 那我非得给你点颜色瞧瞧 关键说我在那看不上颜色 他们还在那里鼓励我说 自声没事 你再仔细看看 我当时都懵了 我说怎么仔细看看 就是我色盲是因为我太粗心了是吗 这个时候不拍 而且大家要知道 色盲这是一种病 而且这种病治不好 这是一种绝症啊 绝症 绝症 但这个病真的没有人同情你 还会有人嘲笑你的口音 而且色盲作为高中生物的一个重要知识点 就我的同学后来看我的眼神中 开始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 就他们开始不光关心我 他们开始关心我爸妈 说自声 你是色盲 那你爸妈呢 我说不是啊 哦那他们的基因型是大A小A啊 他们生你的概率是四分之一啊 而且色盲这个病对我可能生活造成最大的一个影响 就是我过马路的时候是分不清红绿灯的 我第一次过马路看到红绿灯我还特别奇怪 我还去问过我们老师 我说老师啊 为什么红绿灯这么重要的东西 要用两种这么不容易区分的颜色 那老师都懵了说 因为这个就是人类最容易区分的颜色 而且我妈知道我这红绿色盲组 就一直给我说 说你过马路的时候呀 一定要别人过的时候你再过 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 我总有自己过的时候吧 每次这个时候我都要在那里等 等一个人来 而且这个时候啊 如果刚好是红灯的话 非常合理我就在那里等红灯 但如果是绿灯的话 他会发现我也不走 但一旦他从我身边经过 我就会立马跟上去 就这么跟了四五个单身女性之后了 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女生啊 一旦发现我跟上去之后 就会开始不自觉地加快自己的脚步 但是他们加快脚步 在我眼中意味着 绿灯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会敲锅了 应该是第一了 后来啊 我就开始很认真的总结 红绿灯的规律 后来真的让我总结出来 就在我眼中啊 绿灯亮 红灯没那么亮 我就靠这个来过马路 但是很多朋友会特别奇怪 说志胜啊 那你黄灯怎么办 我说黄灯 我本来就认识呀 为什么那么好呢 我就发现我这种色盲 是属于生理性的色盲 就看不清红绿灯 但是现在在这个社会上 有很多精神性色盲 因为他们过马路的时候 也不看红绿灯 他们只看身边有几个人 只要超过三个 红灯唯一的作用 就是为了烘托一种喜庆的气氛 真的有一次 我给你大妈在那闯红灯 我说大妈 大妈 这不是红灯吗 哎呀小伙子 你走着走着就绿了 我把小伙子来一下大家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徐志盛 确实这个节目效果 确实是很多演员 靠努力无法达到的 等一下就变了 对啊 郎伯禄 确实节目播出之后 收到了一些好评啊 全是夸我丑的 真的我说我研究生刚毕业 大家也不信 还有人给我发微博视信说 你给我看看你的学信网截图 确实刚刚研究生毕业啊 我就发现在社会里 和在学校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你在学校里 你会发现身边的人 都特别有梦想 你感觉每一个人都活在梦里 我一个同学啊 她的梦想就是去美国留学 她从大一就开始努力 每天非常努力的倒时差 她就认为她和去美国之间就差12个小时 我另一个同学 她的梦想就是去拉萨 我俩刚认识的时候 她就一脸庄重地看着我 她是智慎 你知道吗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去拉萨 我站在旁边看着她装重的样子 我都感觉她是文成公主 而且她也不努力 我倒是她同学都过来劝她 说你得努力呀 你实在不行去楼底上练练 高原反应什么的 但她不是喜欢宣扬她的梦想 进来我说 我说智慎你知道吗 我说哥们我知道 你有一个梦想是去拉萨 现在我都有一个梦想 就是送你去拉萨 真的你去拉萨的火车票 我都替你看好了 来回七百五 你要从大一一天存一块钱 你现在从拉萨回来两趟了 当然了 我也根本不想送她去拉萨 我说让小鹏批舞送你去吧 她有百变空间 开累了还能躺下 休息 读读书什么的 她说读书我等啊 智慎我见你第一眼 我就说 智慎啊 你就得多读书啊 但是你会发现 进入社会就不一样了 进入社会真的很难 找工作就很难 你在学校里 还会能经常听到别人安慰你说 智慎啊 没事 你们年轻人的机会是无限的 但是当你出来找工作 你就会发现 年轻人的机会确实是无限的 但是年轻人也是无限的 而且根据求极限原理 无限比无限很有可能等于零呀 听不懂这个梗呢 真的很难有无限的机会呀 找工作真挺难 而且招聘要求上 一个个还在那写着 要求什么 五官端正 普通话标准 我说这个针对性 是不是有点太强了呀 去年呢 我还是找了一份实习工作 是在一个教育机构里 当初中物理老师 然后我遇到这个领导 特别喜欢劝别人喝酒 我第一次跟他喝酒 我就说 我说领导 我不会喝酒啊 真不会 领导说 真不会啊 我说真不会 真不会 来来来 我教你 来你看 这个是酒 这个是嘴 喝酒啊 唯一的难点 就是把嘴张开 就这种领导教你的 有很多东西 是领导是不教你的 但他认为你知道 有一次我跟我的三个领导 坐电梯去吃饭 大家可能知道 在电梯里 有一项潜规则 是谁的地位越低 谁就应该按这个电梯按键 但我当时就认为 谁是谁离得近 谁按 所以说我和我的领导 从十二楼到九楼吃饭 电梯门打开 还是十二楼 所以我的三个领导 开始同时把目光看向了我 我在那儿就以为 是他们想让我缓解一下 这个尴尬 有个领导说 我说领导啊 这个按电梯啊 就是这个是手 这个是按键 按电梯唯一的难点 是你要用手给这个按键 一个压强 但是当你为了缓解尴尬 讲了一个梗 但你发现 整个电梯里回到那 却只有你自己笑声的时候 而且这个小领导 真的是很生气 他出去之后 开始给我传递 一些特别错误的价值 让我说 只剩啊 只剩 你都进入社会了 你应该学会先当狗 再当人啊 真的 这一句话 就整个的颠覆了 我对进化论的认识 就因为这句话 对我的重启太大了 我紧接着问了领导 我说领导 那你现在是人是狗 我来到这里 大家 大家 大家先别笑 先别笑 现在已经网上 已经开始有人说我了 说徐志诚脱口秀没什么实力 全靠脸 真的 听到这些质疑 我才意识到 原来我还是个脱口秀花瓶 真的 我现在听到这些质疑的那种心情 就跟那些爱豆是一模一样的 就我现在特别想跟你说 你知道我有多努力吗 我就感觉就为了让我们双方我和爱豆都摆脱这种质疑就应该换一下 让那些爱豆来参加脱口秀大会 我去创造营当练习生 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 就是我在线下的时候 很多演员介绍我的时候会说我是脱口秀路寒 这个就是开玩笑 这个就是开玩笑 为了喜剧效果 但是有很多观众他就当真了 就会有很多误会 有一次我在那个湖南 湖南那个卫斯大楼 湖南 我在那个湖南卫斯大楼 一个观众就认出我了 他就在那喊说 路寒 路寒 当时所有人都在那里开始找路寒 我心里就只有一个想法 我说这可千万喊的别是我呀 结果就是我 他过来说 说路寒你给我签个名吧 你给我拍个照 真的 你在看旁边的 看我的表情都懵了 说这不会就是路寒 素颜的样子吧 还是得靠长相啊 接下来给大家聊一聊 就是我这个长相可能靠不太住的一个领域 就是恋爱领域的 真的我在谈恋爱这个地方 这个长相就不怎么占优势了 虽然我一直在想着靠幽默来弥补 但我发现还是不够 因为有一次我跟一个女生聊天聊得特别开心 她笑得都不行了 但是她看着我突然冷静了下来 说至圣啊 你要长得帅点该多好啊 我在高中确实很认定地追过一个女生 我当时为了给她表白 我还特意写了一首长头诗 但她根本就没有发现 我这个巧妙的设计 她就没敢往那想 真的我的朋友之后还给我总结表白失败 我朋友还给我总结经验 说至圣啊 该长头的不是诗 我还会耍一些 真的我为了追她 我还经常耍一些小心机 有一次我给她去买东西去外边 然后回来上楼之后 我就发现外边下雨了 我就想着我要给她营造一种 我冒雨去给她买东西的感人场景 但我又不想下去淋雨 我就去水管那儿 开始往自己身上浇水 然后当思路路的我 出现在面前把东西递给她 我这时候一句话没说 扭头就走 留给她一个潇洒的背影 但没想到这个背影不光潇洒 还很干燥 就是我前面都湿透了 后边一滴水都没有 一个姑娘都懵了 说你这是怎么做到的 你是跑太快了 后边的雨没追上你是吧 而且你在高中追女孩 那些女孩还会带着 她们的闺蜜来看你 当时我就在那个课间 给同学带上闹着玩了 然后我就看到她带着几个姑娘 出现在了我们教室门口 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 就看见她在那里用手指了指我 然后就传来了一阵爆笑声 当时我感觉还挺甜 她在笑 我在闹 虽然追女生确实很难 但我发现我的女生缘特别好 就是因为女生也很难遇到一个 像我这样的男生 就是能给她很多快乐 但又不用担心自己会陷入爱情的陷阱 但是我也发现了一个规律 觉得这些女生跟我出现的时候 一般都是结伴出现 就她们确实很喜欢和我相处 但是又不怎么喜欢和我单独相处 所以我现在的心态 我也发现了一些变化 我就看到一些好看的男生 在那谈恋爱 但是又给不了 那个女孩快乐的时候 我就在那想 我说她谈恋爱 也没有什么实力 就是靠脸 她就是一个恋爱的花瓶 好吧 谢谢大家 我的主持人 谢谢大家 但是我发现大家虽然认可我这个长相优势 但还是很微妙地对我这个长相 因为有一个微博网友还给我发私信说 志胜啊 我特别羡慕你的天赋 却害怕长成你的模样 我发现这个长相优势也太容易失去了 前一段时间节目播出之后 我去拍了一组艺术照 我就发现我这个妻子 确实给人家的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 我坐在那等着化妆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个化妆师就站在我身后 端详镜子里的我 那过了好一会儿 我才听到从后边传来了一声 很轻很轻地说 没事 挺轻 挺轻 我当时都不知道这个没事 是在安慰我 还是在鼓励他 而且这个拍艺术照 他总是希望我能摆一些很帅气的知识 但是我发现 我对耍帅人这件事情的记忆 还停留在青春期 所以他跟我说 徐老师摆一个帅气的知识 我能想到的就是 我说嗯 听到直接把摄影师弄懵了 摄影师说 徐老师啊 你这个知识有点old school啊 08年奥运会之后 我就没这么见你摆过了 那他为了让我更好地找到感觉了 他就去网上找了一张陈伟婷的照片 陈伟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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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说 他跟我说说自身啊 你就照这个来 但是我发现 当我摆出来这个知识之后 大概就是 我说 摄影师在那边拍边说 哎呀 不知道为什么 总感觉哪里不对 总感觉 我说你不知道哪里不对吗 这谁不对啊 而且他为了让我找到自信 他就开始在疯狂地鼓励我 在鼓励里边加入一点 他对我的一种小要求 他就在那儿 说哎呀 徐老师 特别好 特别好 把眼睛再睁大一点 说哎呀 摔死了 摔死了 再睁大一点 最后他发现 真的确实 我真的很尽力 但效果确实也不尽如人意 他最后没办法说 徐老师啊 咱们这组照片 试一试把眼睛 闭起来的效果 等这个照片拍完之后呢 等照片拍完之后 我就发现 他就想让我们几个演员 发照片宣传一下嘛 但是拿到照片之后 我就发现 我的照片和其他几个演员 还是有区别的 就是我的照片 是唯一没有这个照相馆水印的 特别开心的一点啊 就是这个长相优势啊 今年开始在我的感情领域里 开始发挥作用了 今年确实谈恋爱了 谈恋爱了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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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真的我也没有想到 这件事情会让我的朋友 这么震惊 就所有的朋友听到我谈恋爱 说 志胜儿 你真有女朋友了 真的 真的有这么纯粹的爱情吗 还有同学们更过分 跟我说说 志胜儿 为什么你的感情才刚刚开始 我就觉得有点感人了 但是我发现 在一篇震惊声中 只有广志 表现出了一副受到鼓舞的样子 过来跟我说 说 志胜儿 我觉得我也行 我和我女朋友认识啊 是朋友介绍的 但是我朋友介绍的时候 确实还是有一点顾虑的 还特意给她说了一声 说 我这个朋友啊 长相有些普通 你准备一下 但是我俩在一起之后 我还真的问过她 我真的问过她 我说 你当时到底相中我什么了 她说 其实 我那天心情特别不好 但看到你之后 一码开心了去了 真的 但是我问这个问题啊 不是因为我不自信 是因为我妈不自信 我妈知道我谈恋爱的 第一反应过是说 你可给人家说 咱家可没钱 而且现在节目播出 我女朋友还担心 说 志胜儿 咱俩现在谈恋爱 会不会影响你的粉丝呀 我说你认为我的粉丝 喜欢我是想和我谈恋爱吗 她们是整个娱乐圈最纯粹的本事 她们和你一样 也只是喜欢快乐罢了 我把你讲这里一下 大家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志胜儿 我是志胜儿 准备好接受暴力丑学的幽默了吗 哎呀 以前呀 大家都说 我靠长相能够自己写段子 就说老天爷要赏饭吃 我现在发现谁都来想来尝一口 这怎么老天爷要赏我的 还是个大锅饭吗 哎呀 接下来就聊一聊 谈恋爱的事情吧 我和我女朋友认识是朋友介绍相亲认识的 说实话 我的相亲经验还挺丰富的 倒不是我去想了很多资金 而是我的朋友相亲都喜欢带着我 她们还给我解释这么说 就希望女生看到自身之后就产生一个想法 就是除了她谁都行 但有时候也很冒险 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去相亲 他俩可能之前没有见过 那个女孩见到我俩之后 迟疑了好久 问了句说 是谁 然后朋友赶紧在那举手说 是我是我 那个女孩才长输了一口气 真的 我也很难想象 我能通过相亲找到女朋友 因为如果说相亲是爱情的盲盒 那我就是里边的隐藏款 就谁抽到我 都想赶紧把我隐藏起来 所以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之后 我就发现就没有人夸我们般配 全是说我女朋友善良 就他们看到我女朋友就说 这一定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但是看到和我在一起就感觉 他又和低级趣味藕断丝连 真的 我女朋友有时候跟我在一块都恍惚 你知道吗 他跟我说 有一次跟我说 你知道吗 其实我是一个天秤座 找男朋友是最看颜值的 但我却找了你 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我说这就说明星座确实不准 他说不是 这说明你可能是帅的 我当时我说 这真的是爱情令人盲目呀 他在那给我解释说 你可能不是那种普通的帅 你这长得有点草帅 但确实像我这种草帅锅也特别难得 就像经典有机 Air纯牛奶 原生纯粹 天生珍贵 是真正的隐藏款 我是第一次谈恋爱 所以它是我的初恋 但是我就发现 26岁谈恋爱 真的不是一个最好的年纪 就有很多事 我就接受不了 比如说有一次 我的女朋友 突然喊了我一声 喊了一声宝贝 哇 我当时整个人都 我说这么 谈恋爱 这么刺激吗 我当时就感觉 有一瞬间 我感觉 我自己是个古董 我是个宝贝 然后就是你也很难 给他们表示一些浪漫 有一次他跟朋友在一起吃饭 我就想着浪漫一下 我就给他买一束花 想着去送给他 但是我发现 当我捧着花 出现他面前的时候 他朋友直接问了我一句 说他男朋友是真的来不了了吗 而且我女朋友 我女朋友条件还特别好 她是四国留学 然后要好几处房产 真的就成哥听到之后 我都感觉 说这事 你这个女朋友 是不是在报纸上找到的呀 旁边是不是还写着四个字 叫成妖罪婿 她特别奇怪 我女朋友条件这么好 但她跟我在一块 就特别没有安全感 你知道吗 我说我都疯了 我说女朋友 你再仔细看看我 真的就是应该是我 才应该没有安全感 我都怀疑你是在骗我 真的我跟你在一起 第二天我就下载了一个 国家反诈中心APP 真的真的特别难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 我就发现这个 我靠自己的长相 既找到了自己 属于自己的脱口油视野 也找到了爱情 很多人就说 自称你这个长相 是一种五彩八斓的黑 但是她又忘了 我还是一个色马 所以说大家以后见到我 就只需要 黑黑黑 笑就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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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